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聊了许多有趣的话题 从花椒的购买到各国的政治动态 还有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真是知识丰富 话题多样 让我们的节目精彩分成 首先 有观众问到红花椒和青花椒的区别 还有在美国乡下该如何购买 大家纷纷提供建议 从当地超市到网购平台 真是应有尽有 还有人分享了用花椒帮助睡眠的方法 虽然有些人调侃这些方法是否真的有效 但这些讨论让节目气氛非常轻松愉快 接下来 我们讨论了有关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 以及莫迪的国策和人工智能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讨论中 我们看到大家对世界局势的关注和思考 无论是对战争的担忧 还是对科技发展的期待 都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 最后 我们还讨论了佛经的阅读方式 和宗教信仰的理解 有观众分享了自己听金刚经的体验 从中我们看到了 对宗教哲学的不同见解和思考 这些讨论不仅丰富了节目的内容 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考角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猫也不仁一说 我狠土 红花椒 青花椒 都是干的吧 美国乡下哪里有 得去大城市里中国的店 嚎啕大哭 NDCG说 俄国防部 俄军过去一周消灭乌军近一万三千人 普京 近70万名俄军人位于特别行动的区 最近乌克兰每天的伤亡数增加了很多 虽说战争开打后无真相 但是数据的变化也是个信号 如果西方把普京提的停火条件 轻浮的理解为俄前段时间打得顺 所以飘了 那后面可能乌克兰遭到的损失更惨重 毛也不仁一说 莫迪心很大 近国策替代中国 远国策替代美国的心都有 能不能成事 那是另一回事 他不会教好中国 倒有可能如果俄罗斯拿中国去给美国当头名状 联手灭了中国的图谋 石叶说 人工智能将比任何一种文化 宗教仪式形态 教育更迅速渗透 并改变人类的认知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科技发展 还有趣的是改变国家体制世界关系 这可能通向地域 可能深入天堂 一位德州大学的年轻教授在访问我们时 说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上天容易 入地的将在扎害周日华尔街论坛中吸收 一页下华仙盔说 中国超市一般都有 这是中国道法 一般人都有效 干得干得 谁说当地一些苗普店 这卖店是否可能有 一页下华仙盔说 花椒是晒干的 一般都有卖的 是食材的一种 再不行万能的淘宝 万能的亚马逊 多付点运费而已 你就去找 花椒 麻椒 一个是红的 一个是青的 然后找个袋子 两种一个数量 一般十几二十颗 找个布袋装上 放枕头底下 保证睡得香喷喷 谁说 封闭的体系 压抑人性 放纵的体系 扭斥人性 这就是几千年来的 国家体制的恶神话 骗子也好 坏人也好 愚民也好 夸美你啊 表演的实在够多了 虽然永不吃观众 人类可能第一次 接近天堂之门 如果最终选在地狱 那就是无休止的 训练宝贝 麻椒布了一说 网够赞 混合装 还是分装 眼角含笑 列说 瞎扯淡尼也当真 每天适当户外运动量 自劳筋骨 规律作息 还颜值凿凿的二十六颗 喜极而泣 你咋不四十九颗 外加嘴里嚼一颗 凑足大眼之树 喜极而泣 睡不着不须数羊 听听金刚精 保你没听完就呼噜了 王妃赌板 讲熏赌板 如果能把王妃迎唱的百字鸣 烧成蝶反复播放 应该作用堪比成年人的摇篮曲 麻椒布了你说 这道越来越深了 从把玩一块小鱼说起 一页下话先亏 说 混合 倒可以认为是扯淡 从科学角度来说 就是香料的味道 能帮助人入睡 从道教的角度来说 就是这个数目 是符合到的规律 反正对于人体无害 因为是普通的香料而已 就算没有效果 对人体也无害 试试也无妨 麻椒布了一说 谢二位辅导 双手合十的人 利说 好容易戴着老花眼镜数好了 枕头一压 碎了几颗 不合到了 一页下话先亏 说 这个我倒得试试 每次听到别的声音的时候 要入睡的瞬间 会觉得非常刺耳 声音放大了无数倍 试试金刚经会不会 有没有得到高僧介绍下 那种念经能带动周围气场的 佛经就应该好好的一字一句去读 最多就带着犯音 怎么感觉网上都是在唱佛经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tgjjgcn5下话线wy 这个好 一字一句读 blush 被子盖起 灯关了 我试试睡觉的感觉如何 列说 有些吟唱 泛音原意 就是对佛陀反复的赞美 一页下话先亏 说 我觉得是亵渎 佛经的本意 是读 读完之后 解读其意 入定 入的佛经 定的是心智 修的是佛图 列说 百字明就是 大悲咒义事 可以不求甚解 不解其意 一页下话先亏 说我要是等一下睡不着 再上来找你 列说 那也得找得到案 喜极而泣 一页下话先亏 说 不行不行 越听越精神 此句不求甚解 就是对佛最大的亵渎 佛经之本意 是让人解 若不解 又信佛 那信徒就是只为求佛保佑 却又不解佛之徒 于是滋生 闻得一句 则信之弥之 则有去放生之说 放生放生 生灵本居于天地间 又岂有放生之说 此乃自欺欺人 又谈何行善之说 佛见之 怒之不及 岂回又知 列说 听完了整部金刚经 而睡不着 你听了佛教 福源无量 听未完而睡着了 省了胡椒麻椒 你总之是个 赢 一页下话先亏 说 这 我听到一半就醒了 然后过来看看到底说了啥 刚刚看到一半 怎么都是让人传播金刚经的 然后想想 哎 还是去听听法华经吧 看起来金刚经也被后人改得面目全非 看也没什么佛心 列说 不要轻易地左个亵渎 右个亵渎 要敢于面对自己的无知 一页下话先亏 说 当然我是无知的 但如果一个宗教 你说做到事 是违背其本意的 列说 一知半解 而曲解人意 一页下话先亏 说 这就是在亵渎这个宗教的最本意 列说 得意而妄言 一页下话先亏 说 难道佛教的本意 是 你无需做什么 只需要信我就行 那跟邪教有什么区别 只需要去读我的经 只需要去信我 甚至不求甚解 那么就行了 那这佛 不当也罢 列说 我没本事矫正你 喜极而弃 跟弃不同 我也是个半吊子 一页下话先亏 说 我对于宗教 一直很静 但福道之本意 未得是修心 甚至基督教 也是为了修心 但若是离了本意 说一句 你信我就行 你读我就想 那么后人对其解读 就完全失了其本意 从不敢与佛神前失敬 但若只读书 不解其意 佛祖也赞同 若只需要信 无需用解 那么 要佛经何用 列说 你已经有了大学知识 要小学课本何用 一页下话先亏 说 小学至大学 都在解而不在读 若读 就能解其意 大小学无需分 直接大学就行了 小学是学 不是信 不求甚解 是指 你信则可 无需解 相当于 你去上小学就行 小学课本不用懂 列说 你如此之轴 如何能够 闻听金刚经而入睡 一页下话先亏 说 这叫轴 信是一回事 但经书不对 对于经书的批判 又是一回事 我提的问题 无法反驳 就叫轴 列说 钻牛角窝壳 偏得不知东西南北 却自以为得到 言语文字很难传译 得意忘形 你查查原意 越说越乱 我这半调子 都觉得不对头了 还是听王妃的摆字明吧 要不你要失眠了 得其意 而忘其形 灰灰呼 恍恍惚 石叶说 西方七大国 是什么原因 做到一起来了 因为共同的价值 走到一起来了 那就应该吸收 同样具有 民主体质的国家 而且不少国家 民主品质更好 那么 这七个国家的 工业领先地位 是你的前期位吗 不能为了 会议而会议而会议 时代在改变 你不随之而变 就只是纪念仪式 列说 一页 你的十万个为什么 在金刚经里 都有答案 一页下话先亏 说 我在听法华经 听着真会有困的感觉 列说 事实愣言经 一页下话先亏 说 你说这个完全是在侮辱当年翻译佛法的人 有人对于当年佛经翻译 对比梵文 然后解释其意思 发现其使用非常精巧 很多意思都翻译过来了 佛经佛经 就是要让人知其意 所以 所谓的不求甚解 完全是骗人的 列说 我是说 我很难把自己的意思百分之百低表述给你听 一页下话先亏 说 所以才做成佛经 让人参悟 但参悟 就是参悟 不是让你信 而是你参悟了才信 不是你信了就参悟了 列说 大德门翻译的佛经高妙 但也要以金刚经里的观点来看待 一页下话先亏 说 所以若只是信而不求甚解 只需要读 只需要诵 就行 那就完全曲解了佛祖的本意 列说 又来了 打住 一页下话先亏 说 金刚经我听得心乱 越来越睡不着 就爬起来看 一看 哟 全都是说 念我经几百遍 就怎么怎么答 你去看看道教的书籍吧 从来没有得起义 忘其行的 列说 你根本不懂道教 一页下话先亏 说 佛经有点像基督教 聪明的 让你去握 傻的 让你去遵守 列说 或者 懂得比我 这半调子还少 喜极而泣 这个争论没意义 忍痛多读金刚经 也许 万一呢 事也说 新天与基督七一 让很多中国人 从来沮丧 与美国之旅 差太远了 这当然是事实 最后的事实是 中国从2017年 就系统地培养 爱人才 形成了学习应用的基础 可能又是世界 遥遥领先的 决定 爱的未来 是人才 是应用 也许算力 与电力 驻美国好运 相信中国会 从混乱中崛起 英国花了很多心力 可是国力太弱了 一夜下话先馈 说 哟 竟然说我不懂道教 那道教是什么 你说吧 列说 道可道非常道 无不知其名 什叶说 中国领导层的 内部讲座 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 提供了三条战略路径 从技术追随者 到创新兴奉 中国如何绕过 美国限制 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中国如何 平衡技术进步 与信息控制 深刻中国 2024-06-15 TopsH EUA MAS DBO 这节目文稿 是外交官商的文档 作者是 李奇博士 一夜下话先馈 说 然后呢 说这句 跟懂道教 有什么关系 列说 何先生实在忍无可忍了 俩刀刀唠唠的家伙 还没完了 一夜 你像我一样 在所所发抖吗 一夜下话先馈 说 道 无名 无形 无见 无知 碎成道 列说 背得在此时 不懂还是不懂 睡吧 一夜下话先馈 说 这不跟你说的又相反了吗 列说 闻闻尔雅的何先生 都怒火万丈的刷屏呢 一夜下话先馈 说 刚刚又说金刚经 不求甚简 读就好 背就好 现在又要懂 而且 这不是讨论懂不懂的问题 你说的是你比我懂道教 问了又说不出来 列说 我不懂 但比你懂 你是不打算睡了是吗 说出来了就不是道 一夜下话先馈 说 得了吧 连反驳就都说不清 就一个我比你会 还变个啥 谁跟你说道不可言的 列说 我说的 一夜下话先馈 说 这理解能力 这个道无名 无形 无可说 无可见 列说 老子说的 喜极而泣 一夜下话先馈 说 意思是 我们都看不见 听不见 不知道什么形状 但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称它为道 纯扯淡 怪不得你说 不求甚解 后世的佛教经书 修改的东西是不少的 我不知道 在印度那边 有没有民间 或者朝代大量的修改 列说 行 我服了又 一夜下话先馈 说 很多东西都改了 到国内都改了 就一句百善之中 不杀为大 改成百善之中 放生为大 就骗了多少人 列说 不要逼着班主任 再次刷屏 我无知 洗洗睡了 可好 班主任脾气再好 也是要有限度低 都警告咱多次了 连这都不懂 海 道 道 道 地 一夜下话先馈 说 那为什么会有上天容易 入地难 西方的上天入地 应该是去天堂和去地狱 您觉得 AI能改变这一切 我有时候在怀疑 AI的力量真的那么大吗 至少我至今 没看到 在社会上起到什么改变的能力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AI会让乌合之重 变成愚重还是质重 还不是你先说 金刚精能入睡 我就去试了下 谁知道更精神了 本来还在认真讨论问题的 不会啊 皇上有那么小气吗 而且只是讨论宗教的书籍的问题 也只是理性的讨论 这不跟讨论其他问题一样吗 利说 嗯 你那天快亮了吧 别睡了 跟班主任提问吧 我洗洗睡了 挑俩大灯笼高高挂起 上书 回避 免战 一夜下话先馈 说 哦 没事的 我是睡了一觉醒过来了 然后想到今天星期天 就看看大家在聊什么 谁说 内幕 习近平对欧盟领袖 私下说 美国又是中国攻打台湾 但他不会上高 因为会破坏他的大计 美国的陷阱 与中国的复兴梦 习近平的台海博弈解析 深刻中国 20240616 HDLW6 所以RKAT 台海之战 对于北京 台北 华盛顿 任何一方都是线 但是每一方都在切香肠的方式 以使自己获得更加的位置 最终的结果是 香肠没有了 只剩下的刀 所以地面战斗的方式 就是不要继续穿施对方的底线 安英帝国的领袖们 陷入一种恐惧之中 他们军队的冒灰服装 来自中国制造 如果其中隐藏了中国的信息收集器 怎么办 谁让这样的订单交给中国人 查出来了吗 一页下话先亏 说 这脑洞开的 叶青说 对世界变化的手足无措 形成了卑躬舍影的无能狂怒 老钟 说 如果老和的上述说法是真的 那么西方的这些 政治家的科学素养 是差到了一定程度了 说他们是科盲也不为过 那天 我看那个美国议员 在哪里一本正经的问抖音 CEO的哪些问题 脑子里浮现出的念头就是 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现在的政治家都学过演艺课的吧 再比如那些振华港机出品的码头用的起重机 说什么有了网络连接 就可以远程操控这些设备 威胁国家安全了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要么是真傻 要么是装傻 真要拆了 美国要做这样的装备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的 因为振华港机的这些其中设备的钢结构框架 也是在长洲或者无锡的一些乡镇企业定制的 振华港机自己也只做设计和安装调试了 如果真的担心国家安全 把网络接线拔掉就可以的 那里需要拆了重建了 真是有钱任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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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